制作人 李宗盛 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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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来看第四点 第四点 从女子对葡萄园的认识转变 反映她生命的长长 整个的雅各里面有一个葡萄园很特别 這個葡萄園在原文沒有你的 我的 這樣的一個人稱的寵俗代名詞 在這個雅各裡面 有的時候加上你我這一些 我們說這個都是一者家 但是在那一個葡萄園的前面 在原文有一個叫做指向詞 這個指向詞是原文它特有的 我們中文沒有這樣的詞 它就是說 用我們中文比較類似的就是相關的 相關的葡萄園 這個葡萄園沒有講明是誰的 但是這個葡萄園一講 良人也知道是指哪一個 女子也知道是指哪一個 一直要到最後良人宣告 索羅門有一個葡萄園 就是這個 那就是說是索羅門 而這個索羅門我們知道 就是指著良人 良人的葡萄園到最後明確 那麼我們說 女子在這個葡萄園裡面 她一直自誇自擂 我的果子怎樣怎樣 在這個時候就明確 女子在這個葡萄園裡 看遠 管理的 看守的 今天我們都知道管理看守 責任就要按時候交果子 交果子並不是你線上 是你該交的 不交的話就怎麼樣 就成了凶惡的緣故了 今天弟兄姊妹 我們說 我們後面會講到 最後的第八章的這一段 今天我們說 在這裡我們先來看 從女子對葡萄園的認識轉變 反映她生命的成長 那麼我們說本書的背景 葡萄園占很大的比重 女子不但經常提到 而且也一再表示 希望良人留在那裡 和她一起共作愛草 對不對 這個葡萄園好像就是她的 她就是這個主人 這就是她的家 然後我們說 究竟是留在園裡 還是去到曠野 就成了女子靈命成長的重要標誌 所以我們剛才講 關鎖的園 井壁的井 封壁的絕緣 在雅各 良人不可能是稱讚她 因為本身她就是這樣關鎖 封閉 狹隘 不願意出來 只顧自己 最多和良人兩個人 兩人世界 所以受到良人的責備 今天我們說 原文提到這原的時候 沒有你我仁臣代名詞 只有含糊地指出 這是相關的那個原子 那麼良人也明白是指哪一個 女子也知道是指哪一個 而我們念了以後 我們也開始明白 就是指這一個原子 這一個原子 女子自以為是主人 並不見得是主人 後來說 連女子都知道她在葡萄園裡面 能夠獻給良人的是什麼 不是果子 愛情 這才是她的 果子是她該教的 原來就屬於良人 今天就是所以我們說 直到最後才明確指出 這是所羅門的葡萄園 從女子對這原子觀念和態度的轉變 也是反映她生命成長和對愛情認識的轉變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這裡面提到的葡萄園的時候是怎麼提的 首先第一次提到這個就是在第一章第六節 我們一通來念 不要以故頭把我散黑了 就請看我 我同母的弟兄向我發怒 他們使我看守葡萄園 我自己的葡萄園卻沒有看守 在這裡我們說 沒有我自己的這節 原文在這裡就是一個相關的詞 指向詞 那個葡萄園結果沒有看守好 什麼原因 因為我同母的兄弟要我去看守 那其他的葡萄園 其他的葡萄園是多數 這一個葡萄園那是單數的 一開始就指出 那個葡萄園沒有看守好 他先向良人推卸責任 那不是我的責任 是別人造出的 然後我們說第二次 我們來看第二章第十五節 第二章第十五節 我們一起來念 要給我們其拿福利 就是毀壞葡萄園的小福利 因為我們的葡萄園正在開放好 在這裡好像這個葡萄園是我們的 那就是女子認為是跟良人一起的 其實我們說她在這裡 如果真是跟良人一起 可能她更要提出來了 對不對 這個葡萄園也是你的 你應該要留下來 而在這裡女子是把這個葡萄園 實際上看就是自己 反正就是說良人跟她說 起來與我同去 女子的對策就是我沒時間 我這邊也忙著 我這邊葡萄在開花 我這邊有小狐狸 我需要抓 我也抓不到 你來幫我一起抓 第二章之妹 我們說 同前面的連在一起看 那是女子提出的對策 不應當是認為 當時良人應當要留下 雖然在那裡沒有明確提到是誰的葡萄園 但從要求良人留下一期維護 女子嚴然是把這個園當做什麼 就是自己的家 她是主人翁 她是主人翁 然後我們來看第四章的十三到十六集 第四章的十三到十六集 我們一起來念 你原來所種的幾個十六 有家內的國籍 並奉獻花 並拿大樹 有拿大和南無法 倉圖和貴族 並各樣香 墨藥 塵香 與一切善症的活命 你是遠足的人 喝水的井 從尼巴頓流下來的洗血 北風啊 難清起 南風啊 吹來 吹在我的園內 使其中的香氣發散 願我的良人進入自己園裡 是祂強烈的國籍 在這裡我們說 翻譯的人 有的地方變成是我的園裡 有的地方是良人進入自己園裡 那就是已經良人的園裡 所以我們說實際上這個意思 常常使我們覺得很混亂 其實我們說 整個的從十三到第十六 今天我們說 除了有提到十六 皆有提到希望良人進園 都沒有提到你我這些字 在這裡就是指出這個園裡面 這個相關的那個園 皆有十六 加美果子 奉獻花 拿大樹 拿大番紅花 倉庫 貴樹 各樣茹香木 墨藥 塵香 一切上等國品 園中還有泉 有活水的井 有從黎巴嫩留下來的持續 這樣一個美麗的園 接下來他就是希望北風還催來 興起南風還催來 讓園裡面香氣發出來 他也沒有那麼明確地說我的園 整個的這個其實原文都沒有 那是指著一個相關的 大家都知道的 這一個園 就是整個雅各的背景 背景 這個背景我們說就是那個女子賴在裡面不肯蠢 而我們說在這個地方 女子從女子的口氣 我們可以知道她是以一個很得意的主人物的心態 對不對 這些果子也是我的 這麼漂亮的園現在是我的 兩人你來吧 我們兩人在這裡可以勾坐兩人世界 然後我們再來看到第四 我們說第七章 十二到十三節 我們一起來念一下 剛才我們念過第十二節 我們來念十二 十三兩節 我們早晨起來 忘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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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了忘了忘了 但人多忘了忘了忘了 十二忘了忘了忘了 我再問你 要將我的愛情給你 十二節我們剛才已經講了 特意在這個葡萄園的背景 那個女子認識 今天她能夠獻給良人的沒有其他 只有自己的愛情 那麼第十三節呢 最後的那一句 我的良人 這都是我為你存留 只有我為你在原文是沒有的 這句話應該是說我的良人 這都是屬於你的 今天女子已經認識到 為什麼她在那裡 只能將愛情獻給良人 因為她知道 所有這些果子原來就屬於良人 不是屬於她的 今天這些不是她能夠獻的 這些是原來就是屬於良人 那是她按時候交的果子 沒有什麼功勞 今天弟兄姊妹 我們說 所以到最後 我們都知道在第八章的最後 還有那一個 蘇羅蒙的葡萄園 我們說在那裡有封城 你拿一千 我拿二百 我們說這個也是翻譯的錯誤 在那裡我們說 這個完全不是這樣翻譯 弟兄姊妹 我們說在生理的角度 今天我們和主之間 我們就是有看守葡萄園 我們有資格封城嗎 在聖經裡面 在新月的時代 我們只有得工匠 我們可以得賞士 封城 今天就證明 我們說是沒有資格的 今天所有的果子都是屬於主 今天如果封了兩層給你 你負得了這個責任 今天我們說教會呀 我們說有一百個人信給耶穌了 一百個人信耶穌 封兩層給你 你拿二十個吧 耶穌拿八十個 這二十個跟了你到哪裡去呀 如果不是跟了耶穌 有什麼指望 所以我們說這個其實在原文也不是這個意思 我們到假道的時候 我們會指出這一段的翻譯上的問題 所以我們說在這裡 良人明確宣告 這是蘇羅蒙的葡萄園 女子和葡萄園的關係就只是援護 看守的人 那麼看守的人的責任是什麼 按時候交過子 那這也就是我們說 關於葡萄園那個女子的認識的轉變 然後我們再來講 在整個雅各的這個紙張裡面 良人有多次稱許女子美麗 那麼弟兄姊妹 我們要記得 良人稱許女子美麗 絕對不會是浮誇之言 如果她不美 不會講她美 今天我們說 良人絕對不是像我們說 情人眼力出西施了 不美也美了 到處就是講一些討好的話 良人不會講討好的話 良人在講美 都是有針對性的 都是有內容的 而這些內容可以說都是實在的 也是女子實際的光景 那麼良人稱許女子有多少次呢 在那個雅各裡面有好多次 但是有些只有一句兩句的 我們就不去看它了 我們來看的那就是女子 良人對女子美麗有三次稱許比較多的 那麼我們說從那個裡面 第一次稱許的是什麼 第二次稱許的是什麼 第三次稱許的是什麼 我們可以看到女子生命的成長 那麼我們來看 首先我們來看是第一次的稱許 那麼這個第一次當然我們說 其實在雅各裡面 在前面也有過 那我已經講 這是一個比較整段稱許的內容 那麼那就是第一次 是在第四章的第一到第五節 我們一起來念第四章 第一到第五節 我的家兒一生美麗 一生美麗 你的眼和雅嘴 好像鴨子眼 你的頭髮如同山羊群 落在椎葉上 你的牙齒如金睫毛的一群紅羊 洗淨上來 各個都有喪失 沒有一直掌從耳子眼 皮一批一張 中斤 鴨子眼 你的臉掌 好像一條註風線 你的嘴也修美 你的兩太陽 載牙子眼 如同櫻花來濕流 你的裙子好像大V进走收長玉性好愛 洗上去滑下 堂抹 攀式永世的等太 你的糧米好像百合花中之潮的一對小鹿 就是虎鹿雙生的 好 我們念到這 我們說這是很多弟兄姊妹最喜歡 每一個內容都是找一些靈異預表 那麼我們說靈異預表其實沒有標準答案 只要符合真理 你的預表跟別人的預表不一樣 沒有問題的 因為我們說這本來就是你自己個人的靈異理解 但是你必須是要符合真理的原則 最好有聖經明文的依據 那麼我們說在這裡我就不來談這些 當然這裡面良人有肯定他美的地方 但是弟兄姊妹我們說在這裡面有好幾處 良人是指出他美中不足 為什麼我說這是良人指出他美中不足 和後面良人對他稱許的比較 和良人對他提出的要求 我們說比較下來你就知道 這個地方良人在講的 並不是真的認為他是美 可能那個女子自己覺得美 但是良人就指出這是美中不足 那麼美中不足有幾點 我們可以看第一個 我們看第四章的第一節 我在教你身美麗 你身美麗 你的眼在趴子內好像格子眼 今天弟兄姊妹我們說格子眼是很美 因為為什麼他認識回家的路 但是弟兄姊妹如果說在趴子內呢 給蒙起來了還能夠飛嗎 所以說如果眼睛在趴子內 那就是不能飛了 也就失去了他美的真正的價值 今天弟兄姊妹我們說 在後面他又提到兩太陽在趴子內 如同一塊石榴 這倒是稱許他真的美 因為我們說兩太陽是指倫的 人的臉的兩下 那麼我們說今天這個要在趴子內 要蒙起來 為什麼 我們說蒙臉那是表明謙卑的 今天蒙眼 那就你不能飛了 也就失去了美的意義 而我們說在這裡 那一個女子她自己覺得我的眼睛多美 我的眼睛會韌露 我的眼睛像格子眼 但是我們說在趴子內什麼都沒有 今天格子眼只有在放飛的時候 才能現出有什麼韌露的智慧 所以我們說 雖然美 美中不足 那麼我們說良人在這裡 是回應他怎麼樣 躲在隱秘處 不肯出來 對不對 在第二章第十四節我們看 我們一起再來念一下第二章第十四節 我的個子啊 你在磐石穴中 在抖眼的陰陰處 求你容我 得見你的面貌 得驚你的聲音 因為你的聲音柔和 你的面貌是你好 我們就念到這裡 接著弟兄姊妹 我們說 良人去尋找女子 是承認 她是美的 但是躲在磐石穴裡面 你這個眼睛有什麼用 班鞠的聲音都聽見了 但是這個個子還躲在裡面 弟兄姊妹 我們都知道 班鞠也是像個子差不多 體積小一點 也有的地方把它叫野個子 今天弟兄姊妹 我們說 野個子都出來了 價格就不原理 其實弟兄姊妹 這是指什麼 往往我們說那一些異端邪術假先知 已經在積極地做工了 而真正的信仰純正的 神的仆人們還躲在磐石穴裡 是不是這樣 特別是文化革命剛過 我記得大概是在1979年 那時候我們說形勢開始有轉變 到了80年代 我們說那個時候應該各地 因為我們說 因為1979年的時候有幾篇社論 一篇社論就是說要給人民有信仰自由 這是人民日報有的社論 另外也就是說展開一個討論 也就是說為邪教跟宗教的討論 趁著這樣的一個討論實際上報上 也就是肯定了宗教的意義 那麼這樣一來 我們說所有的幹部都知道了 文化革命中間什麼宗教都沒有 因為我們都知道文化革命 是從破四舊開始 那麼宗教信仰就是四舊裡面的 一個主要的內容 舊文化 舊傳統 所以我們說今天如果說 在那時候我們搞宗教活動 那時候定的罪名就是對抗運動 還不是什麼違反政策 對抗運動 那麼大家都知道 對抗運動就是反革命 所以我們說一下子 我們說到了79年這麼一來 連幹部都知道了 現在這個政策不要了 要給人有信仰自由 所以宗教活動 那時候也講得很清楚 基督教 天主教 佛教 道教 伊斯蘭教 那是世界性的宗教 那不是邪教 其他的 因為我們說這裡 就是對什麼一貫道 什麼這一些 抓得很嚴 那就是我們說這些都是邪教 那時候還沒有東方閃電 那麼我們說在這樣的一個情形下 我們說一下子各地聚會都開始 那時候 弟兄姊妹你知道 到八十年代開始的時候 各地開始聚會 那些信徒很多 第一個沒有看到過聖經 第二個從來沒有聚過會 因為我們說很多都是在文化革命中間信的 只有少數幾個信徒 講也講不清楚 主持也主持不好 所以那時候很需要人到各地去 那時候神給我有機會就是去各地 那時候我們都是以講道為主 去幫助他們把聚會能夠建立起來 但是我們說其實那個時候 能夠出來侍奉的人並不少 但是我們說更願意出來的不多 有的時候我去跟有些人談的時候也說 這些人就覺得你怎麼知道冬天過去 換句話就是說如果冬天又來了你怎麼辦 對不對 好不容易現在躲得很穩妥的出來了 躲不回去了怎麼辦 對不對 今天弟兄姊妹我們說 有的時候我看到這段聖經 我常想到那一段的經驗 今天有些人是有各自眼 但是我們說你躲在裡面有什麼用的 你不能抱住人 今天我們說各自眼就是要放飛嘛 所以今天就這麼爭了就在那個時候 要後來慢慢慢慢的這個情形有轉變 這個倒是我們說初期從海外進來的 那些人起了一些作用 海外進來的人我們都知道 那個時候他們來了 他們的拆船意識很強 而那個時候我們中國的教會 因為我們老實說連自己聚會都保不住 也談不上什麼拆船 因為那時候行動也不自由 但經過這些人來了 有慢慢慢慢 那一些人的膽子也就斷了大了 所以慢慢慢慢出來的人也多了 到了九十年代開始就注意到培訓的問題 那麼我們說最早的那一些 本地的教會的那些工人也就培養起來 那時候沒有什麼神學院的問題 那到後來才從 我們說是這個從培訓 要變成了什麼 什麼培訓班了 然後呢就改教神學院 然後你改教神學院 真的神學院也不斷地又派人進來 那我們說就到了今天神學熱的地步 所以我們說中國的教會 我們說我們就看見經過這樣的一個艱難的歷程 當冬天以往雨水自助過去的時候 我們看見這個還是很多人 雖然有個字眼 他不一定願意出來飛 躲在裡面他覺得很安穩 而且他覺得現在你怎麼知道安 有的人你能保證 對不對 那今天就證明我們說 是否神 除了耶穌能保證還有誰能保證 今天耶穌也沒有保證你不遇到難處 但是耶穌祂會保證你 你能夠得到祂的紀念 今天弟兄姊妹我們說 這個地方我們可以看到 那就是美中不足的地方 然後我們再來看第二 第四章的第二 第三節 你看牙齒也好 這個嘴也好 唇也好 但是嘴也修美 就是怎麼樣 好像一條竹紅線 那我們說緊閉的小嘴好不好 好像很美 但是弟兄姊妹 所以你如果跟後面來比較 你就知道 這是美中不足 不能夠滿足主的心意 我們看第四章第十一節 我們一起來念 我心腹 妳的嘴唇低密 好像芳芳低密 妳的舌下有密 在這裡都是用的姜來舌 所以我們說 這個是良人向女子指出的要求 妳的嘴唇要低密 緊閉一條線 低不出密的 要張開 所以我們說 你經過這一筆架你就知道了 今天妳嘴裡面有密 不是讓妳自己享受 緊閉了 我們說妳留不出來 良人所看為美的 妳看 都是要能夠供應人的 嘴要張開 留蜜 留奶 留酒 這樣我們說人能夠得造就 這樣的嘴才是美的 不是讓妳緊閉一條線 一張小嘴很美 我們說這是 可能是外貌的美 良人要的 那就是真真事奉的美 然後我們說乳房也是一樣 我們都知道乳房是母親乳養的象徵 今天良乳像一堆小鹿 徒有其形 不具備乳養的功能 這怎麼叫美 我們看一下第七章 第八節 良人認為這個乳房應該怎麼樣 第七章 第八節我們一起來念 我說 我要善者中修 抓住知子 願妳的良乳 好像葡萄 雷雷下去 妳鼻子的赤血 香如妳蘋果 好 我們就念到最後 今天就這麼說 良人認為什麼美 乳房的美 因為它能夠乳養 有供應 今天像中樹已經不錯了 中樹有果汁 能夠有供應 但是中樹的果汁 數量有限 葡萄 這個果汁的數量就無限了 今天良人希望女子 她的良乳不是光有形狀 不是給人欣賞 而是要能夠乳養 這個乳養要有豐富的供應 這才是真美 那我們說 如果這個地方 第七章良人這樣提出來 那我們再來看到第四章的這裡 妳的良乳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堆小鹿 就是母鹿雙生 就沒有什麼了不起 良人並沒有覺得這是有什麼了不起 所以今天 弟兄姊妹 我們說 良人第一次對女子提出的這些內容 承認她有美 但是更重要的 美中不足 需要能夠從那個裡面提升到更美的境界 然後我們再來看第二次 良人再次稱是女子美 因為看到她已經有同行的願望 那就是在第六章的 第四到第九節 我們一起來念 我的家伙 妳美麗如德撒 秀美如耶穌撒 威勿如展開 精神的絕對 求妳尿轉眼目 看我 令妳的眼目 使我盡斷 妳的頭髮如同山一群 落在肌裂上 妳的牙齒如一群如一牙 妳進上來 個個都有雙層 妳的兩輩子 妳的兩輩子在她子內 如同一塊石櫃 有六十王后 八十廢品 並有無數人 我的個子 我的外面 只有這一個 是她母親 只聲揚她者說話 眾女子見 舊成她人 王后廢品見 演詐 今天我們說從第五章 女子起來尋找良人 良人已經轉身走 女子著急問眾同伴 結果我們說眾同伴倒過來說 妳的良人有什麼了不起 有什麼好 這個時候女子開始對良人有正確的認識 然後我們說當女子對良人有正確的認識了 接下來我們看見良人就接納了女子 我們剛才已經講第四節 今天那個良人稱許我的教 妳美麗如德沙 秀滅如耶路撒冷 威武如展開 矜持的軍隊 女子不可能自己是矜持的軍隊 威武的軍隊 今天她能夠成為威武的軍隊 因為良人接納她 只有良人才是威武的軍隊 除了她還能是誰 那麼我們說 良人再次稱訊女子美 看到她已經達到了同行的標準 有同行的願望 所以我們說首見第一個 威武如展開驚喜的軍隊 雖然女子還在尋找良人 但良人已經知道她是真心願意同行 具備同行的條件 因此就把她看作是這威武軍隊的一部分 承認她已經投入到與自己同行的隊伍 那麼我在括號裡面再次提醒第六章第十節 那就是女子的回應 良人才是真正威武如展開 矜持的軍隊 除她以外 還能是誰 說明女子已經知道了 不是我自己了不遲 不要得意 我能夠被稱為威武的軍隊 因為良人是這個軍隊 我只是因為和她同行 佔了她的光 那麼這個我們剛才解釋過 我們就不重複地解釋 然後第六章第五節 在這裡求你掉轉眼目不看我 我們說這一個從正理上面來說 也是說得不很合適 今天我們的主絕對不會要我們掉轉眼目不看她 她就是要我們定盡在她的手勢 所以我們說在原文我去查了一下 這個原文完全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眼目之靈向前看 這個跟前面就連起來 威武如展開矜持的軍隊 眼目之靈向前看 就表明已經是什麼樣 進入行軍的警覺狀態 那是已經準備行軍了 驚亂我們說這個詞 在原文它另外有一個解釋 就是鼓勵 我們看那個詞篇138篇 詞篇138篇第三節 我們一起念 我無求的日子 你就應律我 鼓勵我 使我心裡有能力 鼓勵我的這個鼓勵 在這裡跟這裡的那一個驚亂是同一個字 那麼我們就知道了 這個原文有的時候 一個字有幾種不同的解釋 我們究竟學哪一個比較合適 我想驚亂那不大想 今天我們讓我們的主耶穌都驚亂了 那我們這個本領實在太大了 今天我們應該看到了 那就是鼓勵 這個鼓勵是什麼 良人我們知道一直在耐心的等待 這個時候看到她的轉變 內心怎麼樣 有一種受到鼓勵的這樣的一個感觸 今天就是說 良人從女子對她思念 刻目 尋找的那一個眼神 知道她一定已經可以同行了 忠必隨行 得到鼓勵和行為 今天我們說 這樣我們這一節的解釋就比較合適 所以這個不是吊轉眼目不看我 而是眼目機靈向前看 那就是指著女子的眼睛 今天良人就指出 這個女子不但是驚奇展開 眼睛也已經是全神灌注 那就是投進入到那一個行軍的這樣的一種狀態 那麼 然後我們來說 兩太陽在趴子內 那就是我們所不表現自止 我剛才已經有講 形容女子容貌的豐滿和美麗 那麼六是王后八是廢品 無數童語 估計那就是指著那一個石流子力的飽滿程度 那個最飽滿的 那就是王后 四等的是廢品 最下面的是童語 那麼我們說 這就是指著石流裡面那個子力的豐滿 那麼這一個 因為我這個想 像我們都知道 在西方他們把那個枕頭 床也是分國王 王后這樣的分等級 那麼像這一個 我估計他也是講那個 因為是講石流嘛 切開的一定是講那個石流的子力 它那個飽滿的程度 最大的那個王后有六十粒 這個次的話有八十粒 像這樣 可能那些孩子吃石流的時候 從前我記得小的時候吃石流 我們也有過 不過不一定用王后廢品 但是大家比大小 我們說這當然 我們說這是孩童的一種說法 那在這裡也就是讓我們明白 良人在這裡對女子的稱許 這一次就不再是著重在美中不足 而是指出她確實準備同行 已經具備了同行的條件 今天她的臉色能夠像切開的石流 百里透紅 那就表明很健康 今天如果說你願意要與良人同行 像林黛玉這樣 你就是願意也沒用 對不對 你走不動 今天你還需要健康 你才能夠走得動 這個我們說那是第二